收封箱111年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计划成果展 继原民社会福利文化健康站联合成果发表会 23号在收封箱公所旁边的客家广场登场了 乡长刘耀宗以及乡长当学人曾淑毅 感谢原民会彩券部公益彩券回馈金支持 活动获得各部落文件站以及头目跟原民干部的肯定 这一项计划是从曾淑毅担任乡长期间就开始筹划 现任乡长刘耀宗扩大支持办理 也获得收封箱民代表会的支持 刘耀宗希望透过市场市集推广友善小农 用在地食在地减少碳足迹 发展原住民族部落特色潜力产业 增进部落农产运销通路 谢谢这个年纪彼了大家把一年的辛苦 以及是我们江沟所来推动我们家政班的业务 这几机会来办很多活动 今天是收成对不对 活动搭配部落家政班美食评鉴 以及社团表演 让参加活动的长辈与乡亲都感受到市场市集 以及收封箱远住民家政班的活力 记者刘明胜收封箱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